据说杜姑成为福神的经过是这样子的啊 她在庙里拜拜的时候不小心睡着 其他人来拜拜时 刚好看见杜姑的周遭散发着光芒 把她误认为神仙 这件事情传开以后啊 杜姑干脆将错就错 报名参加见习神明 并顺利的成为十二福神 呼呼 睡觉睡一睡也能坐仙 我觉得我明年也可以报名十二福神 搞不好就入选了 那么请你寄履历到以下网址 说说而已啦 做履历太麻烦了算了算了 睡觉睡一睡搞不好真的可以呈现啊 睡的小传写作这样 左边的目是眼睛 右边的锤指下锤 同时也是身符 眼瞼下锤 睡的本意是指人坐着打盹 引申为睡觉是一个会议间行身字 坐着打盹啊 很有修行的感觉呢 可能是打坐的时候 不小心就了 所以我说睡一睡搞不好真的可以呈现 是不是很有道理啊 但是打坐打到睡着 这种意志力应该是逞不了仙吧 不过睡觉还真的是好处多多哦 充足的睡眠可以让人情绪稳定 增加抵抗力与学习力 还可以控制体重 睡眠不足的话可是容易变胖的 天哪 终于找到我瘦不下来的原因了 原来是因为睡眠不足 不你是因为吃太多又睡太多都没有动才会胖的 你要我说多少次人家这个是骨架大 总之啊睡觉是人生里的大事 要是心里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就跟杜姑交流交流好好睡一觉 醒来虽然什么都没解决 但至少精神好心情也好啊 顺利 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 下次再见 大家拜拜